美国的F-35战机被说是全世界最厉害最先进的逆踪战机 但价值不菲了 但是来看到这一次F-35说性能又提升了 说心脏换了 换了心脏之后可以飞得更快更远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应该是美国特别放消息出来 给自己稍微拉抬声势的吧 其实以美国来说 美国他们在做这种军武的研发 或者说有各种新的这个计划的时候 他都要上网公告周知的 也就是说像之前我们看到 那个F-35战机在巴黎航空船飞的时候 觉得要飞不好 那其实他之前我们也知道 他是因为那一批的战机 他本身的软体还没有提升到最新的格式 所以他只能够承受7机的飞机 当然以F-135发动机来讲 F-135就是跟F-35战机搭配的这个发动机 他真的可以说是目前地球表面最强的单发动机 就是军用发动机 怎么说呢 F-135发动机它单颗 它这样一颗的这个推力 就可以达到4万多磅 4万2千磅上下 那以一般我们这个目前看到 像F-16战机的这个F-100发动机 或F-110发动机 大概单颗的推力 大概以我们目前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用的 F-100 然后那个大概2-25这样一个发动机 大概推力 其实大概只有它的一半多一点点 2万3千磅 一半而已 一半 2万3千多磅 那其实以战斗机来说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 那个你要设计战机 一个最明白最前眼的道理 你只要推力够大 发动机的推力够大 门板都可以飞上天区 打得快跑得快 所以就是说你的推力大 那基本上来讲 你就可以砍骗你的这个对手 那以现在的F-35战机 它的这个推力能够达到 4万2千磅来讲 那如果它经过这一次的发动机 性能升级计划以后呢 它的发动机的推力 还能够再提升10% 再加10% 也就是说大概目前4万2千磅 可以到4万6千磅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那对于F-35战机来讲 我们刚刚前面讲了 它因为现在用软体去限制了7G 不但软体解锁到9G之外 可以接受呢 而且它的飞行的这个动作 还可以比现在的发动机 做的这个特机的这个动作 要更好 因为像我们看到那个F-22战机 我们会说F-22战机厉害 因为F-22战机 它本身 它搭配了这个 它的向量喷嘴 它可以做出那种你知道 你根本不会觉得是 认为是一种正常飞行模式 对 比如说 它可以透过这个向量喷嘴 让它飞机 做一个那个前空翻 然后这个机尾 就直接翻到前面去了 机尾就直接真的翻到前面去 或做那个 那个飘夜 飞机冲到上面 发动机一关 然后整架飞机就像叶子一样 往下飘 然后或者是说 做那种直角转弯等等 那F-35战机 它现在配备的F-135发动机 就是因为 以F-35战机来看 因为F-35战机 其实说真的 飞机还蛮重蛮大 所以让它 飞行性能 还没有办法 能够完全百分之百 达到它的这个最大性能 那当然其实以 这个F-135发动机来说 它其实也是现在世界上 唯一能够让 这个战机 在短距离起飞 而垂直降落的这个战机 像过去 你看到 AV-8 是第一种实用化的 可以让那个战机 在短距离起飞 跟垂直降落 但是它的这个发动机 Ross Royce 也就是那个 劳斯莱斯的这个 飞马发动机 对不对 它本身经过前面压缩之后 它把那个发动机的废弃 那个就发动机的排气 借由那个 侧方的这个排气孔 然后从侧边排掉 然后再加上这个飞机 其实又维修 非常的这个复杂 你要维修发动机的话 甚至要把整个翅膀 都拆掉才可以进行维修 但是F-135发动机 就不是了 你看以F-35B战机来讲 它在进行 短距离起飞 甚至垂直降落的时候 它飞机的这个前面 你看有个矩身扇是打开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喷嘴 它的原先朝后的喷嘴 它可以转折往下喷 那这个转折往下喷的这个技术 居然是来自于俄罗斯 学它的 对俄罗斯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款 之前有一款 那个短距离起飞 垂直降落战机 叫做雅克-111 是俄罗斯 过去要设计给 那个俄罗斯的航空母舰使用 因为俄罗斯的航空母舰 是使用苏33等等 那个飞机 虽然说也可以 用那个滑翘方式起飞 跟捕捉勾降落 但是因为捕捉勾这个系统 在航空母舰上来讲 其实还是相当占空间 而且占重量的这个东西 如果它可以短距离起飞 垂直降落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 那个笨重的捕捉勾系统 所以你看雅克-111的 它这个R-79发动机 它本身的 特别是它的尾巴的这个部分 你看到没 它就是透过这样一个 转接环的这个方式 转弯环的这个方式 让它原本应该向后 那个推的这个推力 可以变成90度朝下 所以可以垂直起降 对 也因此那个雅克-111这个飞机 就可以进行短距离的这个降落 这是俄罗斯要把这个技术 开发出来以后 后来美国在开发 F-135发动机的时候 就参照了这个R-79发动机的 这个尾巴的这个尾管这一段 它这一段尾管 它其实很厉害 它又能弯折 而且它其实还包含了 后燃器的部分 所以才能够让这个雅克-111 它当时的这个速度 是可以达到那个音速的 然后另外像F-35B的话 它也藉由这个技术 能够让它这个飞行 你可以看到 它技能短距离起飞 垂直降落又能够超音速 这就很厉害了 所以整体来说 F-135发动机 它未来经过性能提升以后 可以让F-35战机的性能 再往上翻一翻